这些排球联赛间开打 那本季女子组的胜利军 中坤飞英 第一场是面对了 以亚青女排为班底的 惠宏国际 两队最终是打满五局 飞英取得的对视首胜 落点巧妙 中坤飞英再见发球得分 面对亚青女排为主体的 惠宏国际 中坤打满五局 在气排首战 辛苦取得第一胜 我们选手没有放不开的状况 今天真的是真枪实战在打的 真的是在往来的过程 青年队的高度 篮网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压力 还有他们的发球 中坤女排以台北市立大学为班底 球队三周前取得大专联赛亚军 不过气排第一场受制对手高度 球员积极拼就 才从一比二落后劣势 模转战局 因为今天开幕战 其实大家都很兴奋 那我觉得我们最后还是有赢 那我真的觉得是好的开始 就是成功的一半 中坤教头邓延敏 本季兼任国家女排培训队助理教练 在开战之前 他没有办法每天亲身指导 只能仰赖队长肖湘玲 带领球员向前冲 教练不在嘛 球员都会有想偷懒 或是不认真练习 那上这个时候其实 除了叮嚀自己之外 还是要去叮嚀学妹 但也不能用太严肃的方式 或者是强迫他们的方式 就还是要用比较欢乐的方式 去训练或是带他们 就是不要让他们觉得说教练不在 我们练球是很乏味的 对此守胜来得快 飞英女排不会因此骄傲 他们踏出成功的第一步 球员要继续稳健出击 追寻双冠梦想 UDN TV 许家用 杨芸芯 台北报道